6月15号,北大鲍利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牟林汉犯虐待罪 获刑三年两个月 判赔73万余元 三年两个月的刑期 在网民和被害人家属看来是过轻的 据报道,鲍利母亲已提起抗诉 另一边,牟林汉的母亲也不满判决 认为儿子是无辜的 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案件的始末 北大学生牟林汉在与同校女生鲍利交往过程中 以对方不是处女为由 持续辱骂折磨她 甚至逼迫她拍裸照堕胎,切掉书栏管 最终一步步将鲍利逼向了绝路 2019年10月9号 鲍利独自在宾馆服用200片安眠药自杀 在长达6个月的治疗后 被宣布正式死亡 2021年10月7号 鲍利母亲怀疑女儿的死因 是与其男友牟林汉的精神控制有关 在获取了有效证据之后 正式控告牟林汉 北大鲍利案让PUA这个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这种利用各种手段来精神操控 奴役交往对象的行为令人不寒而栗 事实上鲍利案也是国内首例精神操控案定罪案 这就注定了此案的判决具有非凡意义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同济大学多元解分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徐文海发文解读称 鲍利案裁判书里中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点辱骂算不算虐待 也就是说牟林汉的PUA行为到底够不够成虐待罪 第二点同居算不算家庭成员关系 要知道在我国虐待罪主要针对的是家庭成员 同居的恋人是否适用还没有明确说法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辱骂与虐待的关系 本案裁判给出的解释是 牟林汉对鲍利的虐待行为是明确而且是积极的 同时满足了经常性一贯性以及行为恶劣这两个程度要件 所以构成了虐待罪 虐待行为也不仅仅是陷于物理性的肉体伤害 也包括谩骂 凌辱人格等精神迫害 那么第二点 虐待罪的适用对象 此前反家暴法已经把家庭成员的范畴 扩大到了同居关系上 这次判决相当于是明确了虐待罪 也适用于这种情况 要注意 法律是严格区分家庭成员 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人这两个群体的 所以一审判决说明的是 同居也可以构成家庭暴力犯罪 而不是同居也可以构成家庭 许文海老师指出 裁判的行为规范效果 是我们对司法判决的期待 供权力判断 在情感冲突中扮演角色的程度 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人 在之后如何处理情感关系 期待每一个人更为严肃理性地 对待自己的感情关系 自己的生命为重 渣男不值得 而违法犯罪行为 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